秦岚主演的芳心荡漾开播,首播口碑已经新鲜出炉,观众的打分和评价都是一针见血。 好笑又上头,模式新颖。 芳心荡漾讲述的是三个性格迥异,年龄不同的主人公,面对各自的人生困境,选择勇敢面对,最终突破生活瓶颈,成为了更好的自己。 对于该剧有不少人都给出了五星好评,他们给出的原因是好看又好笑,适合下饭,而且有新颖的地方,看得上演。 这部剧主题上是一部典型的女性剧,但里面的细节又添加了比较新颖的部分,比较明显的就是每集的开头都会插入一些脱口秀片段,算是热门元素的结合了,自此再引出相关的剧情。 这样一来,每一集的框架和主题都特别清晰,还能最大程度地给观众新鲜感,而对于三个女性的刻画,剧方的每一个转场都有些设计,流出适当的悬念,继而切换镜头。 而且特别多的桥段都冲着意想不到的地方发展,比如说蓝莹莹饰演的潘晓晨,和男友正接受着七年之痒的考验,但她以为男友出轨,到健身房还以为她和教练有一腿。 不过通过各种线索,发现真相,居然是男友不好意思提分手,自己给她找了个出轨对象,不得不说,这波操作真是迷惑又好笑。 另一边正和惠子饰演的罗潇潇母胎单身,却遇到了渣男,差点被小三,得知真相之后渣男还敢找上门,他问渣男你有孩子吗,得到否认答案之后,上去就给了他致命一击,表示那就别扭了,够爽够刺激。 女主秦岚这边,她遇到的问题比其他两个人都要尖锐,开头她就发现了信任的下属和高层间关系不对劲,几经周折下属才终于说出高层强迫她发生了关系,可就算这样她为了原本的生活也没有选择报警。 女主一边要整理自己的情感问题,一边也要关心下属情况,麻烦不断,而这部剧只有12集,所以每一集看似短暂,里面却融入了不少要点,做到了短小惊骇,而且这样的作品追起来不会有压力,优势还是比较明显的。 狗血过头,男演员平均颜值不足。 但也有不少观众都给了一,二星差评,他们的意见也是简单干脆,说男演员不好看,和几位女主差距大,有些地方狗血用力过猛。 该剧有一个特别突出的问题,就是有些故弄玄虚的意思,从预告里能感受到,剧方想要吃到擦边的红蜜,王子义在床上对秦岚说你昨晚棒极了。 结果到了正片里,彤彤都不是一回事,女主其实在床上睡了一夜,这就有点诈骗的意思了,而且越往后看越能发现,边剧为了制造狗血实在是太刻意了。 因为男主他的父亲侵害了女主的下属,而女主又意外逼死了他的父亲,这下可好,葬礼上打了个照面,接下来男主还要女主报告他,真不知道这关系要怎么说才好了。 而且这儿子明显还有点崇拜父亲,虽然说欢乐送三,不是特别优质,但里面有一条线专门就是讲受害女员工,为了报复高层和其儿子产生关联,虽然有些感情, 可是最终他还是选择了远离。 虽然情况有些不同,但明显芳心荡漾,这边也说不太清楚,如果那的录音优盘被爆出来,到时候男女主又是发生争执,狗血这回是不会断了。 还有罗潇潇想要打击报复渣男,从他公司的狗粮入手,却意外邂逅了新的男人,这男人不是别人,就那么恰巧,是渣男的弟弟,这剪不断理还乱,简直是要控制不住了。 除了剧情,这部剧还有一个被提到多次的问题,就是三个女演员一个比一个好看,但选择的男演员普遍颜值有点抱歉。 王子一在偶像练习生,时期算是颜值巅峰了,之后颜值落名走了下坡路,在这部剧里明显感觉到她的脸轮廓上是瘦了,但又有点肿了,苹果机突出,油腻感一下子就出来了。 而且她和对手演员秦岚差了17岁,女方比男方大了一轮还多,都能演母子的年纪,非得演情侣,这也是被吐槽比较多的一点了。 秦岚长得美,可眼神里的沧桑感还是藏不住的,如果说她和近东一类的终生合作,其实观感会更好。 和这种小鲜肉搭在一起,特别像是年轻的妈妈和儿子,为何感特别强? 还有一个外形严重吸睛的,就是演渣男的那位,一双三白眼显得特别油腻,和张翰的眼形出奇的相似,加上胡子拉叉的下半张脸,属实是妨碍到了观众的官具心情。 就算是要和人设契合,但也架不住这渣男戏份多呀,一直缠着人家好看的女主,明明知道受众基本都是女性,还要选这种和女演员完全不搭的男演员,属实是难受。 总而言之,方心荡漾,整体来说剧情有好也有坏,有欢托搞笑的地方,但细节上确实有点经不起推敲,只能说荡作下饭剧还是及格的,只是男演员选角应该更细心一点,那么你觉得这部剧达到预期效果了吗?